謝謝 來 好的 今天第一回合 Round 1 挑戰五萬元 五萬元 挑戰五萬元的陣容 是這樣子的嗎 請問 是 欸 國外來的 英倫很好 對啊 你在國外受教育啊 對 我 國中畢業後才出學 很難怪 所以有中文底子 沒有國中程度 不錯啦 但是你的發音很好 難怪你的腦子什麼都很好 非常好 然後他一直要 洗清胸大無腦這件事 因為至今沒有洗清楚過 哪有 哪有 是 智商113 智商113 智商 對 智商 比我高一分智商的是 李靜良醫師 比我第一分智商的是 謝忻妮立文 我智商很高的 一分智商 不是 你智商高在一起 你也站穩好不好 挑戰五萬元 預備 先來個歡呼吧 好 來 預備 五萬元的歡呼 五萬元 五萬元 請升折擺這邊 全員正傑現在挑戰五萬元 第一人 請看題目 來 請選題目 周承恩 一 第一題 題目是 法國為了紀念美國獨立百週年 送美國什麼東西 計時開始 計時15秒 好 字不能寫錯 字不能寫錯 這太簡單了 五 這間國小的工作會 三 二 一 時間到 二 非常好 來 這個太簡單 我們就不用再組組 組各看了 好不好 真的 有沒有全員正起 請公布 各位 所以選題目的時候 色針除去現場大家會什麼 大家會什麼 來 請升格白 挑戰第二題 來 五萬 來 劉樂妍請選題目 來 你選的題號是 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題目是 開文七件事是指 彩米油什麼什麼什麼茶 計時開始 所以是不能寫錯 太簡單 開門七件事 這個基本上太簡單了 根本是個順口六一樣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來 有沒有 全員正結請公布 有三格耶 柴米油什麼什麼什麼茶 對啊 這邊 你寫什麼 醬 你寫醬 啤茶 啤是什麼 啤是什麼 是醋 是醋 對 說你寫錯 美國念啤 啤 美國念啤 不是 什麼叫鹽醬 酷 酷就對了 鹽醬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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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字也是寫錯 鹽醬酷啊 鹽醬酷啊 他們寫這個字 他們長得很像 你剛剛拿錯 你剛剛拿錯 你還113喔 113喔 113 他剛剛你剛剛 113喔 113啊 你是寫對了 你們講到很賤 你還113喔 智商有113的 智商 好不好 大家加油 來 文言挑戰失敗 請 來 現在請選定我們的第二輪 挑戰三萬元 不要擠還有三萬元可以講 好不好 來 重新陪對開始 來 音長 113先下來好不好 113 好快喔 因為你選錯啦 你選錯了選 這個怎麼在題目啊 而且錯得離譜喔 不要選喔 他錯得太離譜 你怎麼可以 你阿東阿 每個人不能坐在原來的位置上 重新安排 每個人站起來請起立 就算站還是要 劉鴻林下來就對了嘛 劉鴻林 對啊 先這樣 對 這個組合好多了 這組合 好 挑戰五 三萬元 來 準備 請生的版 全聖姐請看 請開始 方順集請選評喔 那個那個什麼 刺子不能跟什麼刺的那個 對啊 第六題 第六題題目時 在農民力上進載 刺子不可以跟什麼一起食用 會有毒 這也是開始 這也開始 好黃的啊 而且到底有周才能 你還選這個 你為什麼會選這個 大家都知道啊 這還有在美國唸書的耶 你怎麼辦選這個 不會就寫豬衣喔 方順集要顧慮到大家 方順集 方順集你自己有問題嗎 4 原來我知道 3 2 1 時間到 好啦 有沒有全聖姐請公布 做人 要寫什麼 方順集寫的是 螃蟹啊 螃蟹 柿子不能跟螃蟹指 對啊 螃蟹 那是對的 螃蟹 那要解的話 要有什麼解 要有解的話 比較快啦 也對啦 你不要誤導人家嘛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應該是看醫生比較快 魏嘉瑜 柿子不能跟啤酒配的 也對啦 也對啦 我都沒想要喝一點 你加個柿子拿再喝一點 黃麗上面寫任何一個格子裡面 他說不能這樣配的原因 是因為味道會很快 不合 不合 味道 味道 很好 那個味道很難 因為我們烤的是中毒 不是烤味道 真的嗎 周江 我就是上一題是吧 那你永遠這樣都差 美國有在吃柿子嗎 沒有 美國沒有柿子 柿子太好吃了 怎麼會沒有呢 我回來台灣才開始吃了 你不覺得很好吃嗎 很好吃啊 好吃呆了 美國人有沒有在吃那個螃蟹 有 美國有螃蟹 那你帶幾個柿子回去 給他們配試驗看看 這個好 好壞 你看啊 中國樹上有血吧 你們都不相信我們中國人 老祖先的智慧 這是中國人的智慧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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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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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萬元失敗 對 剩下最後一次機會挑戰一萬元 先讓美國人休息好了 真的 真的 我們第三階段挑戰一萬元 目前你整個整體世紀低落 要不先來跟世紀歡呼一下 來 來 一萬元的歡呼 好慘喔 一萬元的歡呼 一萬元 OK 第三階段呢 我們的主題開始有變換 我們有換一個主題 什麼主題 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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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方公園裡 每一集都會死掉的角色叫什麼 名字是什麼 請做Duck 計時出秒 你 你會嗎 會 一萬一萬的 你確認一下大家都會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好 來 有沒有全正結請公布 好 結束了是不是 這題很簡單 阿尼 那是肯尼 肯尼是誰 肯尼姓 肯尼姓 男朋友 肯尼姓 這個我也要講一下 等一下 因為他的英文名字叫Kenny 來 阿尼姓 對 南方公園 他英文叫Kenny 南方四間課 對 對 他怎麼知道 南方公園你確定是阿尼 他叫Kenny 他叫Kenny 他有錯 有錯 翻譯 因為我們台灣 要知道這是阿尼 要簡單 對 而且我們也怕混 跟芭比那一口也怕混 Kenny OK 非常棒 你是真的知道還是 對 真的 真的 所以你也在美國待會 對 我去過玩 我去玩幾個 去過玩 去過玩 你的文法也是怪怪的 怪怪的 所以誰都跳出來講話了 對 阿尼是我們的美國動畫電影 南方世界課裡面的主角 每次都是戴著套頭帽 說話含魂不清 對 很多場合下面的其他都因為某種原因 暴斃死亡 對 對 好 最容易還魂的也是他 對 對 對 好 正題 算對 要是今天周承恩沒有來的話 你看這個就沒有機會 就完了 我們因為周承恩贏了 我們可以為周承恩歡呼一次嗎 可以 周承恩的歡呼 有 什麼叫周承恩的話 有 周承恩 好棒 好有才華 什麼周承恩 好 恭喜 還好你有在 請升隔板 吳宗鎮準備 好 好好選喔 挑戰一萬元 來 紅話卡通題第二題 請看題目 來 吳宗鎮選個題號是 第七題 太遠了 動畫小飛象的特色是 他的哪裡特別大 可以耶 不好意思問呢 對啊 其實我跟他是一樣的 這時開始 這算簡單到爆 對 小飛象他用什麼在飛的 他就隨便想都知道 對不對 他那邊可能 你那邊太大了 你知道嗎 翅膀 哪邊 我跟他是一樣的 我不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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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開始發現 牠耳朵能夠讓牠會飛 變成能夠翱翔在天空的大明星 但牠這樣對牠會飛 牠飛是用耳朵飛水的起碼 你要知道這個小飛像這個 卡卡片有一段 我看了我哭了耶 看小飛這樣都會哭喔 牠媽媽被隔離之後有沒有 牠就很難過 牠媽媽就把鼻子伸出來 這樣抱著牠這樣搖 然後唱歌給牠聽 那一段我好感動喔 那一段太感動了你知道嗎 整個洋溢的滿滿的附愛耶 你還敢講話 我覺得你的專輯名稱就是 我們要唱給你聽的啦 靠北邊 游樂園你真的太不應該了 真的 真的是夠了耶 對啊 游樂園加方順集 樂極生悲啦 我們跑掉的啦 可憐啦 受不了 是要下次再來好不好 謝謝